马锡二会全球关注美国国务院表态认回 马锡会有助于降低紧张和促进两岸关系 美国跟乐见双边持续对话 而两次都参与马锡会的政大荣誉教授邱坤玄透露 马锡兵们会谈 气氛良好 充满上意 我们希望说两岸可以荣兵足桥 共同迎来两岸青年的芬芳 回到两岸的共同争政技术 让两岸重新恢复交流 这才是人民的福祉 专家分析习近平这次在谈话中 用家国团圆取代过去一国两制的说法 是为两岸重兵释出高度善意 马英九现在也不是政治人物 也不是政党领袖 所以他也用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一个讲话 希望创造两岸关系一个合反的氛围 他强调九条共识 但是不讲一国两制 也不代替统一的事情 他对台湾是借马英九这个桥 把它善利突出来了 那就看赖金德怎么接 政府总统萧美琴都说两岸对话 有助于降低风险和误判 而在一档喊话 马锡创造和平骑手市 搭起沟通桥梁 就看赖金德要不要上桥对话 催动未来大交流 马英九这一趟已经搭起了和平的桥 就看赖金德怎么要顺着这个桥走过去 赖金德要把态度拿出来 两岸就可以交流了 两岸就可以春楼花开了 赖金德能不能呢 也递出一个善意的橄榄池 不要让两岸的恶意螺旋继续的上升 本来就是在今年 我们要解除的对大陆的禁环令 那是不是可以悬崖勒马 这就是考验着赖金德的智慧 新政府上台后 两岸会持续冰冻三尺 还是能荣兵春暖花开 就看外类总统怎么抉择 记者黄军事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